我们到了极乐世界我们是为了成就圣道 一般来说 你出的以后就可以回入娑婆了 那么当然出的还有威蜥的妄想 在维时学上说发起初心欢喜的 巨生有自现缠绵 就是出的菩萨他还有巨生的威蜥的妄想 当然他本身的调福利 就是说 他调福利够 所以妄想对他来说 已经不能形成干扰 有跟没有一样 也就是说 你从极乐世界回来以后 你不容易受到环境的干扰 你叫做不退转 我们讲佛为法王与法自在 你该授业报的你还得授 但是你在授业报的时候 你不会受这个果报 快乐通苦的果报的影响 你该做什么做什么 因为你心中那个道法的力量很强 妄想已经处在你的控制当中 完全在你的掌控当中 你在授这个果报就像游戏人间一样 是有兽跟没兽一样 别人看他还是有兽 但是他自己觉得他根本就不受 他自己觉得不受 这个地方是不一样 这个妄想是在控制当中 如果你悲心很重 不忍重生苦 不愿胜交衰 我刚刚讲过回入娑婆 出的就可以回来 如果你不着急 可以修道等觉菩萨 但是出的离开极乐世界在四十八院说 有些人离开极乐世界 他没有悔入娑婆 他转到十方世界去清净十方诸佛 继续学佛法的也是有 基本上正常情况你到了极乐世界 应该从反复到出地 这一段是不会离开 但出的以后就各奔前程 有些人继续在极乐世界待着 有些就转到其他佛国去 到样师佛国 到各式各样的佛国去了 就看你因地所发动的愿 那么游戏神通广学无量法门的三妹 这是第一种 这种一般来说致增上 比较理智行的 他会先充实自己 所以他离开极乐世界 他没有到凡夫的世界来 他先到他方的佛国去 继续充实 那么第二种人 他离开极乐世界 他会赶快回到娑婆世界 在娑婆世界里面历练 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不一样 他是出地 他内心有道理了 他心中有光明了 他不像我们业障繁复 我们现在完全被烦恼障暴障 冲击着 我们是处于被动状态 他那个时候生命在他的掌控当中 所以说什么时候回入娑婆看你的发愿 但是极乐世界他提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他让我们避开从反复到了生死这一块 这一块是最危险的 这一块是整个成佛之道里面凶险最多 障碍最大 刺激最大 最容易退转的时候 这一块就是从生死反复到了分段生死这一块 我们选择在极乐世界完成是正确的 因为你这一段迈过去 你后面就海阔天空了 就像佛陀在经典上批语说 说你这个船要离开陆地 刚开始很辛苦 因为他有地心引力把你吸回来 你要用力的滑滑滑 等到你离开陆地很久了以后 你根本就不用话了 你把风帆拿上去 自动的往前走 你只要方向控制的好轻松的往前走 他不可能再退回来了 因为他已经离开了地心引力 我们感谢阿弥陀佛的慈悲 因为他让我们逃过了生死 反复到分段生死这一块 这一块的风 这一块的生死大海 风浪最大 上于最多就是这一块 很多人过不去这一段的分段生死的大海 这一段是凶险最严重的大海 所有的船到这里几乎全部沉没 你这一块分段生死的黑海过去以后 后面的大海轻松愉快 你要到哪里都可以 所以到极乐世界是避开这一块 就是分段生死 这一块是最麻烦 内忧外患 你内心的烦恼干扰你 外在的业力 老病死也干扰你 你过去的怨亲债主也不放过你 真的内忧外患 而我们善根薄弱 所以面对这么多问题真的是很难 所以说 往生极乐世界 不一定表示你就一定要在极乐世界成佛 但是起码阿弥陀佛帮我们远离了分段生死这一段 这个是很重要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